2014年6月1日,知名女星于佳慧在出租屋中烧炭自杀,年仅43岁。 原本的她有着过人的美貌,有着大好的星途,有着疼爱自己的父母,有三个可爱的孩子。 但她还是选择了丢下那些爱她的人,以这种方式离开。 想必她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,才会选择了最傻的方式。 那么,于佳慧究竟经历了什么,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 易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,1970年,于佳慧出生在台湾一个名门世家。 于佳慧的爸爸是连勤总部少将,妈妈是台中女中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,爷爷是国大代表,也是于幼任的堂弟,奶奶则是左宗堂的曾孙女,家中坐拥台中数条街道的产权。 她的外公,坐过飞机、飞弹等买卖,实力不容小觑。 家世好,性格好,长相漂亮,学习成绩优异,这些闪光点让于佳慧自小就备受关注。 上高中那会,于佳慧出落的亭亭玉立,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,但她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,暂时无心恋爱。 毕业之后,于佳慧选择进入娱乐圈发展,追逐自己的梦想去了。 从此,她的人生轨迹也将被改写,从大家归秀,成长为台湾一代女神。 二成为台湾一代女神,和蒋琴琴是好闺蜜,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台湾很流行以团体组合的形式出道。 于佳慧和同样怀穿明星梦的蔡宇伦组成了双人女团,以歌手的身份进军娱乐圈。 因为心态好,脸上经常洋溢着欢快的笑容,所以于佳慧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,叫欢欢。 她的搭档蔡宇伦也给自己起了个艺名悠悠,还调皮地调侃道,有人欢喜,有人忧吗? 就这样,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,为自己的组合起名为幽欢派对,正式出道。 1992年的时候,幽欢组合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演唱了新年快乐。 那会,他们和小虎队有所合作,飞碟唱片公司让小虎队在幽欢派对专辑中出示提升,合作推出一张合集新年快乐,共同演唱了主打歌。 两个组合的合作激起了引发了强烈的反响,使小虎队受到了当时新生代歌迷们空前的关注。 事业开始起步的于佳慧,也邂逅了自己的初恋。 他和刚出道的歌手张克帆相互吸引,坠入了爱河。 张克帆比于佳慧小两岁,为人风趣幽默,两人的感情还算稳定。 不过,这段姐弟恋在坚持了四年之后就无疾而终了。 失恋的于佳慧一心扑在事业上,除了发展歌唱事业,还进军了演艺圈,多方面发展。 他演过《京城四少》里的柳芽儿,《白发魔女传》里着一行的师妹,王宝串与薛平贵里的公主。 怀孕公主中的成盈,虽然都是一些小角色,但于佳慧凭借精彩和表现和过人的美貌引起了不小关注。 在歌界和演艺界慢慢站稳了脚跟,成为台湾一代女神。 在拍戏过程中,于佳慧认识了美女演员蒋琴琴,两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,成为了好闺蜜。 私下里,于佳慧和蒋琴琴会一起谈天说地聊八卦,逛街吃饭拍合照,感情十分要好。 让于佳慧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个所谓的好闺蜜,将来竟然成为了破坏自己婚姻的第三者。 三第一段婚姻结婚十年,丈夫出轨八次,闺蜜变情敌。 在于佳慧星图一片光明的时候,她结识了比自己大十岁的导演张孝正,随即展开了一段孽缘。 张孝正社会阅历丰富,又是导演,见过不少美女明星,但她见到于佳慧的时候,还是深深地被于佳慧的美貌和率真的性格吸引住了,立刻进行了疯狂的追求。 比于佳慧大十岁的张孝正,非常会照顾人,也很会讨女孩子欢心,涉事未深的于佳慧,就这样陷入了张孝正的温柔陷阱。 经过多年的恋爱长跑后,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,于佳慧为张孝正生下了一儿一女,凑成了一个好字,可她的婚姻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。 于佳慧为了张孝正,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心图,但出了娱乐圈,当起了全职太太,扮演着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,为丈夫操持家务,养儿育女,打理一切。 但身为导演的张孝正,却暴露出了自己的风流本性,因为职业的关系,她经常会和一些美女明星接触,如果是正常的工作接触,于佳慧都能理解。 然而,张孝正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和不同的美女明星约会,多次偷吃。 两人结婚三个月时,于佳慧就发现张孝正外遇,结婚十年以来,张孝正出轨了八次。 如此算来,张孝正平均一年要出轨一次,这还是被发现的,没被发现的,不知道有多少次。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,于佳慧都默默隐忍了下来,一次又一次选择原谅丈夫。 并她没有想到的是,丈夫张孝正居然和自己的好闺蜜蒋琴琴勾搭到了一起。 2002年,忍无可忍的于佳慧与好闺蜜蒋琴琴突然翻脸,更向媒体怒斥蒋琴抢了自己的导演老公张孝正。 于佳慧表示,蒋琴琴在拍白发模拟时,经常与自己的老公张孝正眉来眼去,她不仅直接住进张孝正的房间,还当着众人的面坐上了张孝正的大腿。 面对于佳慧的控诉,张孝正的态度很冷淡,并且和蒋琴琴串通一气,反过来咬了于佳慧一口,说她炒作。 昔日爱人变仇人,昔日闺蜜变情敌,受到丈夫和闺蜜双重背叛的于佳慧,痛苦不已,和张孝正的婚姻也走到了终点。 次第二段婚姻失败,父亲去世,于佳慧的结局令人惋惜。 第一段婚姻的失败给于佳慧造成了极大的打击,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郁郁寡欢,没能从离婚的阴霾中走出来。 直到遇到了第二任丈夫江国斌,才让她在黑暗的日子里,有了一束温暖的阳光。 于佳慧因拍戏认识了江国斌,对方对她体贴呵护,关怀备至,久而久之。 于佳慧就被江国斌的真心付出打动了,答应了和她交往。 交往期间,于佳慧到上海戏剧学院念书,江国斌带她和前夫的大女儿去探视她。 后来江国斌回台工作,大女儿说尽江的好话,让她决心再次走入婚姻。 第二次步入婚姻的殿堂,于佳慧尤为慎重,也尤为珍惜。 好在,江国斌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,对她一心一意,勤奋顾家,和前夫的花心完全不同。 结婚不久,于佳慧为江国斌生下了一个女儿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 如果日子能这样,一直幸福下去,也许于佳慧后来也不会走上绝路。 可惜,好景不长,随着时间的流逝,于佳慧和江国斌的婚姻也慢慢出现了问题。 据了解,江国斌的家庭负担很重,母亲年迈,哥哥得口腔癌,姐姐们因经商失败破产。 他买房子安置好了家人,自己在台北租房居住。 每个月,江国斌都会给妈妈家用,给姐姐保姆费用,每月总开销30万。 江国斌表示自己没收入时,是靠家人救济,所以现在家人落魄了,他也不会丢下他们。 因为钱的问题,江国斌和于佳慧婚姻失和,加上争吵不断,个性不合等诸多原因。 两人于2009年签字离婚,两段婚姻的失败让于佳慧一度报寿,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,变得沉闷悲观起来,和之前判若两人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,恰逢此时,于佳慧的父亲因病去世,令他原本悲痛的心血上加霜,抑郁症越发严重。 平日里,除了工作之外,丁家慧总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 2014年6月1日,身受抑郁症折磨的于佳慧,一时想不开,在出租屋里烧炭自杀,生命永远停留在了43岁。 就在于佳慧自杀后的第一时间,前夫江国斌立刻赶来过去处理后事,在于佳慧去世12天后,第一任丈夫张孝正也是带着儿女们前来悼念。 走到今天这一步,真的造化弄人,原本的他,有着过人的美貌,有着大好的星途,有着疼爱自己的父母,有三个可爱的孩子。 很可惜,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和父亲离世的他,终究没能走出心魔作祟,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,实在令人惋惜。 人在困境之中,很容易放低自己的姿态,甚至悲观和怀疑自己的人生。 这世上没有谁可以拯救谁,世间一切都是辅助,除了自救,他人爱莫能助。